好 菲律宾真的这么野蛮吗 其实东港有船员在40年前就已经惨遭菲律宾的毒手 他说当年呢他也是被菲律宾的公务船给扣押 然后带回了菲律宾整整被扣押了120天 这期间呢他遭到了很多的酷刑 像是呢菲律宾人会在他们的身上抹糖跟蜂蜜 然后让蚂蚁苍蝇爬满他们的身体 甚至用绳子捆绑之后直接丢到海里去淹死台湾人 真的是不把台湾的船员当人看 想到菲律宾人的很多残酷 这位船员气得大骂没人性 因为他40年前就曾在出海时被菲律宾公务船扣押 恶毒的酷刑手法令人罚恥 毫打怒骂是家常变赞 折磨船员的手段更是匪夷所思 将台湾船员反绑树下 身上抹糖跟蜂蜜 让蚂蜜爬满全身 根本是残酷虐待 甚至有人目睹台湾船员 被捆绑之后直接丢进海里淹死 毫无人性 不把台湾船员当人看又打又骂 还搬出满清十大酷刑 被菲律宾扣押过的船员都说过的不是人的生活 被当犯人连吃的玉米都像是鸡翅的饲料 喝的米汤连几颗米粒都竖得出来 简直欺负台湾渔民 挨打挨骂还要拿巨款去熟人 被打压好几十年政府不曾重视 让渔民就快陷入绝望 菲律宾的野蛮行径 四十年来从没改变还变本加厉 渔民们一分填膺 讲到菲律宾就一肚子火 被欺负四十年实在忍无可忍 台湾政府这次一定得强硬抵制 帮渔民出口恶气 最近有张崇华频道报道